我们现在下飞机了 到道成雅丁了 我方这次跟我一起来的 让我们俩来欣赏一下人家拍的照片 买家修跟卖家修 明天我也会拍成这样 好漂亮 天气不好就拍成这样 哦 又拍了 哈喽 我们现在办好入住了 我都穿的是羽绒服 真的特别特别冷 给你们拍一个酒店的room tour 就还蛮不错的 我们已经办好入住了 我跟我方住 这是一个大床房 然后这个酒店是那种温泉酒店 就外面有温泉 晚上可以泡一下 然后这边很不错 有个可以喝下午茶的地方 屋里方儿 这个酒店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每个房间都有氧 就有一个什么机器 可以把房间的海拔降下去 那个老板说可以降到2000多海拔的样子 现在出发去吃个午饭 就是这边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藏餐 我有一点高烦 就不是很舒服 就心跳很快 然后没有力气 就是这家叫八瓦藏餐 就装修的还蛮有特色的 演艺中心去 我觉得很 名字 他们到了成都间 什么东西 应该松茸 松茸 松茸 哦 你看这边 这是这边的酸奶 小叔叔 弄过去 你看 太大又大 哇 油菜花田 现在在下雨 我刚刚就是中午高反 然后下午晕车就狂吐 太痛苦了 由于我的相机没有电了 我就用手机给你们拍吧 它旁边有108个那种小塔 就是佛教的一个什么数字 我们现在准备过去看一看 我得慢点走 一走快就想吐 我们晚上来吃火锅 就这边又熟酒香 这个松茸是柴摘下来的 我不准备吃火锅了 我现在真的好难受 我准备端回去早点回酒店去西洋 就点了个黑米粽 大家都吃了火锅 结果一个人喝了西米粽 我真的太难受了 我本来不想吃了 结果那药店的人说还是要吃 所以就喝个稀饭吧 哈喽大家 我现在准备出门了 今天是我在道晨的第二天 今天就没怎么化妆 就化了个眉毛 然后上了个底妆 因为我眼睛特别红 就今天一起来全部都是红血丝 我昨天就很难受 今天稍微好一点 但还是有点想吐 我等会还要坐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车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吃个药吧 出门之前给你们看看 我今天穿了什么 今天就穿了一个家荣卫衣 然后拿了个羽绒服 等会穿上 然后背了一个小的双肩包 下面就穿了一条牛仔裤加矿威 今天的早餐 我真的太惨 我感觉我昨天晚上特别想吐 就吐不出来了 就已经吐空了 再看看我方吃了 这些全都是他的 你真的能吃 我们现在换了一个车车 去那个道成雅丁的景区 小李子 这个观景台下面是悬空的 因为我今天没有戴眼镜 所以我觉得也不成害怕 我戴的墨镜没有戴近视眼镜 所以看不清 今天那个师傅说我们运气还挺好 就可以看到这个雪山 超级漂亮的 现在就开始爬山了 一起爬山吧 打卡第一个景点 冲谷寺 就不过去仔细看了 因为我们要去一个什么 灼什么 什么海 反正今天不去牛奶海了 因为现在是雨水季 好像上去就不好下来 就卢太陡了 说喝这种可乐有助于缓解高原反应 虽然我今天都没什么高原反应 我今天又是生龙活虎的一天呢 就是拍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地方 我爸今天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叨叨的要来到陈亚丁 就是因为我跟我妈看了那个电影 这里的水真的好清啊 你看我们现在准备去一个海 只要爬的要窒息了 走5分钟歇10分钟的那种 都呼不上来气了已经 我们终于快要到了 这个海子就叫卓马拉措 然后这个鲜奶入不去 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了6000多 你扔过去它就来了 哈喽大家今天是我们在道成的最后一天 其实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因为是10点的飞机下午下去吃个早饭 然后就该去机场 因为这边机场还蛮远的就要开一个多小时 我真的整个人都是肿 然后昨天又有点晕车 虽然没有高翻 爬山真的爬的太累了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来高远 今天舒服多了 所以早餐可以多吃点 终于可以吃这个牛肉米粉 因为他们都说特别好吃 然后还喝了个粥 我们都每个人点了个米粉 现在到道成雅丁的机场了 它这边海拔是4411米 好像就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机场 我怎么说话又是开始喘了呢 就要小声一点说话 它这个机场修的还蛮特别的 又回到了当时来的那个休息室 中文字幕提供